高雄市长韩国瑜抛出震撼弹 在接受天下杂志专访时 松口表示愿意接受国民党征召参选总统 而且一旦选上将会在高雄上班 不会离开高雄 韩国瑜接受天下杂志以及东森电视 关键时刻主持人刘宝洁的专访时 一改过去迟迟不肯松口的态势 侃侃而谈2020总统大选 韩国瑜断言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定会出来选总统 而且认为他的胜算很高 他也认为柯P目前一定非常积极的在布局 而且一面布局一面保持微笑 对于国民党另外一位候选人郭台铭 他则赞美郭台铭有很多特质 但也需要克服很多事情 并且表示做生意和治理国家绝对不一样 要有一颗温柔的心 勿忘世上苦人多 其实高雄人付了很大的代价 包括健康 包括环境 高雄的居民平均的寿命 比其他的县市都要少个一岁到两岁 因为环境恶化这么厉害 所以我一直认为 全台湾的朋友应该对高雄人好一点点 韩国瑜解释之前对国民党有些批判是恨铁不成钢 希望国民党能加速改革 而对于绿营市议员每天在市议会的攻防 以及网军的抹黑 他则表示民进党如果不抹黑就不会选举了 2020的总统大选 各党各阵营的人才陆续扶上台面 使得明年的大选更加热闹 美国每天电视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